Hello 大家好 我是Ros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疫情期间在德国补牙的经历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大家戴着口罩要怎么看牙呢 补牙要花多少钱 保险急不急付 会不会在看牙的时候被传染corona 那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首先先一一回答大家问题 戴口罩怎么看牙 当然没办法 必须要脱下口罩 但是呢 会不会在看牙的时候被传染corona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牙医和牙医助理 他们都是戴着N95口罩来为大家进行这个补牙的动作 那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很少会脱下口罩的 那除非是前一个病人在这个诊间有狂咳嗽 但是这个情形可能很少 大家还是可以自己评估一下风险 当然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还是不需要在这个期间去到做 去做这个补牙的动作 那一般来说 如果他狂咳的话 走进牙医诊所的时候就会被推出去了 就不会再继续做补牙这个动作 另外呢 补牙要花多少钱 保险急不急付 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 首先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去看牙医的诊所 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不过他是在布莱美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是很不得已的去补了三次的 没有 补了两次的牙 那我是因为第一颗牙是在第二大旧尺上面 原本的牙齿补充那个填充物掉了 他被我的这个电动牙刷刷掉了 而我已经忍了快一年 疫情还没有过去 只好还是预约去补一下 那另外一次呢 是在我这个前面的全尺的地方 他有一点感觉到比较敏感 所以就想说既然敏感痠痛 就还是给牙医看一下 所以在2020年11月的时候 我去补救尺 然后补救尺的时候 我的牙医师突然很亲切的问我说 三年前补的那颗牙齿还好吗 真的是吓我一大跳 因为实在太亲切了 不是 是突然觉得时间有过这么久吗 一转眼好像被他一问 就好像老了三岁一样 然后医师戴着N95口罩 好像有点呼吸困难 我就说你可以开窗户没关系啊 他就马上打开窗户迅速的补好 要注意的是呢 就是在德国补牙 补这个后排牙齿的话 公保保险公司给付的填补材料是银色的 如果想要补白色的话要自费 但是前面的牙齿补白色的填料是保险公司给付的哦 所以我第二次去补的时候 这个全齿就可以用白色的材料 但是我后来一查之后呢 我才知道哇 这个就是银粉补牙 实在是有点不太好 就是我查到这一篇的 他引用的文献是高雄医学大学口腔学院 他完成的一项研究说呢 就是用银粉补牙的人 他咀嚼之后口腔内的拱蒸气会上升 那拱蒸气就是即使在补牙多年之后 还会在口腔里面异散 所以他进行着口腔内拱蒸气的侦测 发现咀嚼前 口腔内拱蒸气有44.76ppm 那咀嚼30秒之后就升高到63.71ppm 甚至有人增加到120% 那根据美国劳工部下面的职业安全健康署 它的规定呢 就是说劳工工作场所的拱蒸气 只要超过50ppm 就会有慢性拱中毒的危险 所以最好减少一共不押 尤其是儿童青少年怀孕 瘦辱妇人跟抿押要避免 所以我之后可能还是回台湾的时候 会换一下填料 找我原本的牙医帮我处理一下 难怪我最近都觉得有点失睡 然后有的时候又失眠 天啊 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们要自费 把这个后面的牙齿 从这个银粉改成用白色的填料的话 那你就是也还是要自费 大约60欧左右 那可以先在开始执行补牙 这件事情之前先跟你的牙医师询问好 免得后面才付账单的时候吓一跳 那后来在2021年的1月 我又去补了我的敏感牙齿 在这个全齿的地方 真的是超级不推荐的 因为医生他为了要就是尽快的补好 所以他在牙齿的表面呢 有一点衔接上的高低 衔接不好 就是有点不平 到甚至还有一块突起雾在这个编缝上 到最近就是刷牙的时候 他才自己脱落那个突起雾的部分 那不平的地方我还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自己用错刀把它磨掉 因为实在不想一直跑去牙医诊所 就是还是会觉得有风险 那我第二次补牙的时候有点惨 遇到新来的牙医助理 那好几次他该要吸口中的积水都没有吸 却好几次吸到我嘴边的肉有点痛 不过还是很感谢他后来有慢慢的进入状况 不然我就快喝下血水了 这次的麻药呢 麻到了我的眼睛周围 还好我还可以扎眼睛 补完的时候我是满脸都是血 还好这个牙医助理他还有提醒我擦一下再离开 所以还是很感谢他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疫情期间真的有不得已的状况 需要去补牙的话也不要太害怕 因为他们也是很谨慎的 那接下来跟大家补充几个 看牙医的时候会用到的单字 我是在这边德国台湾同学会的这个版上 有看到有一些的单字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然后你打电话去预约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说 你的Fuelung掉了还是什么的 就是大家稍微先预备一下 然后就可以打电话去预约 再来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说是在旅行中 就是你们从台湾来旅行 然后牙齿痛不得已要补牙的话 记得要先跟牙医诊所说一下 因为会需要先自费 回台湾之后再跟健保申请部分给付 或者是你的旅行保险中 如果有包含医疗险的给付 千万不要一路忍回家 因为会很痛 那大家如果也有相关抗牙医的经验或是问题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 觉得实用的话呢 就是也请在影片下面按赞按订阅 这会是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可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那下一集的话 就是预告一下 我们会分享在德国配眼镜到底有多贵 那保险公司它会付多少钱啊 我们推不推进在德国配眼镜 配眼镜过程 需不需要脱口罩呢 那就是我们下一集就会告诉大家 记得要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 谢谢大家 拜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